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如今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汽车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现在国内汽车行业 可以说是重心云集 五彩斑斓 从轿车到越野 再到豪车或者跑车 大街上到处可见 但是说到国内主流车系 从销料上来看 可能还是以大众为首的德系车 和以丰田为首的日系车 两个车系在国内市场一直名争暗斗 德系车和日系车 其实在很多消费者眼里 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例如都知道德国车比较重 耗油等 日系车虽然省油 但是皮薄不怎么安全 但是不管怎么议论它们 然而德系和日系车 一直都是国内车市的长青数 欧系车中主要都以德国车为代表 像大众 宝马 奔驰 奥迪等等 一般制造工艺好 技术硬 车身较坚固 保守 内敛 经久耐用 崇尚可维护性和可靠性 追求速度感等等 以大众为例 可以说能在所有汽车上 所体现出的精美细节 在大众身上都有影子 不过德系车大都价高 费油 购车维护费用相对也高 所以德系车有点富贵车的影子 日系车给人留下的印象 就是省油 轻巧 像丰田凯美瑞 本田思域 尼桑天籁这些车 极沉淀了日系车的技术 也呈现出了设计的美感 抛开民族观念 不得不说 日系车的成功 的确有人家独特的造成理念 其次是便宜 同样的钱 在德系买不到的配置 在日系车里可以买到 不过为了省油 日系车整体体重相对比较轻 其实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 基本也是我们常见的 五星安全配置 有的朋友就会认为 车轻了不经壮 所以断定人家不可好 小编只想默默地问一句 难道各位买车 就是为了拿去壮的吗 在我的天 中文字幕在梦 导致